夏天金融最受欢迎的金融与登岛活动受到台风影响 延到7月26号开放 而在中央CDC宣布7月27全国降级后 金融市长林友昌也宣布金融与每日登岛人数上限960人 船只载客数则降载至80% 不过如果全船乘客接种疫苗都满14天以上就可以满载 现在本来是定说是七成 那现在降为二几之后 我们在这个阶段先把它提升到八成左右 提升到八成 那所以登岛的一个总数我们是降载是八成 上限是960人 那每艘船只的一个载客 我们原本是降载到七成 那现在调整为降载到八成 但如果预约登岛的这些游客跟民众 他是全船的一个游客 他都已经施打完第一季的COVID-19的疫苗 并且满14天以上的话 就不受每船 船只的载客陈述的一个限制 也就是他可以满载 打完疫苗而且已经超过14天 那一艘船的乘客他可以满载 至于风景区开放部分 除了道轮沙滩持续关闭外 金融市与北关处管辖的风景区 及观景点都重新开放 本市的相关的风景区还有观光据点 包括北关处所管理的河滨岛公园 秦仁湖公园 外木山湖海湾 景水澳 以及本市管理的暖冬峡谷 他安瀑布 淡然古道 海星步道 秦仁湖步道 以及道人步道等区域 我们还是会跟北关处 共同加强巡查的一个动作 另外是旅客服务的部分 我们会开放东西两岸的 旅游服务中心的营运 并且也会恢复走动式的观光旅游服务 另外台湾好行滨海奇迹线也恢复营运 八楼子渔港开放垂钓 至于合法旅游业者在餐饮区部分 采隔板及梅花座等防疫措施后 也开放饮食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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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任